日前 印度防长辛格在年度大会上胜赞了印度军队 同时 印度军队还在积极准备两线战争 为何印度是如此计吃不计打 印度军队的战斗力能否支撑起他们的野心 印度可能在何时发动军事行动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日前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年度大会上发表讲话 胜赞了印度军队在2020年的表现 表示他们拥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在克什米尔周边地区英勇的作战 即便受制于规定不能使用热武器 他们就使用木棍 石块等原始武器 击退了巴基斯坦等国的军队 迫使他们撤退 拉杰纳特辛格表示 印度未来几代人都会为军队今年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印度已经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 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 印度国防部认为军队在今年取得了大胜 不仅让巴基斯坦军队退守在实控线后方 还基本解决了冬季补给问题 开辟了两条战略公路 一条空中航线 让5万大军在克什米尔高原站稳了脚跟 目前印度军队正在进行大规模部署 确保至少三支集团军能够增援两个战略方向 并且军队的弹药储量也在提高 计划能够支持15天高强度作战的消耗 拉杰纳特·辛格声称这些计划完成后 印度将不惧怕两线作战 此外 印度在今年还与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等国 签订了军事合作协议 印度能够使用这些国家的基地 港口 印度的导弹还可以使用美国的卫星进行制导 印度海军还多次与美国舰队进行联合演习 学习航空母舰的使用经验 印度海军已经有能力封锁印度洋的航线 切断巴基斯坦的海上补给线 印度的第一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即将开始海事 预计会在2021年服役 与巴基斯坦军队相比 印度在克什米尔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 印度陆军总人数超过110万 而巴基斯坦陆军只有50万人 两国的坦克数量比是4000比2500 战斗机数量比是600比300 此外 印度还拥有武器性能方面的优势 印度拥有2000多辆第三代主战坦克 而巴基斯坦只有1000辆 印度拥有200多架重型战斗机 巴基斯坦一架也没有 印度拥有三艘防空驱逐舰 一艘航空母舰 巴基斯坦吨位最大的舰艇 是排水量3000多吨的F-22P护卫舰 而与另一个邻国相比 拉杰纳特辛格认为 印度也拥有软实力方面的优势 比如印度的武器来源多元化 能够接触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 而邻国则主要依靠闭门造车 此外 印度的潜在盟友更多 能够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 今年 印度先后从四个国家引进了武器 包括法国的阵风战斗机 以色列的激光制导炸弹 美国的武装直升机与反潜巡逻机 俄罗斯的空对空导弹 目前 克什米尔地区已经入东 印度想要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 无异于自杀 但他们依然在积极备战 等到明年春天来临之后 印度很有可能选择 与巴基斯坦全面摊牌 因为印度看到了在纳卡冲突中 美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实际上插手 因此印度就一厢情愿认为 自己用武力解决问题也完全可以 然而他们却没考虑到 自己究竟能不能打得过对面 根据你